现在中考和高考都结束了 很多同学准备买游戏机在手下玩 那该怎么选呢 这个视频和各位分享一下 全机种制霸小白片 我们常见的玩游戏的设备 目前一共有这五种 手机 电脑 任天堂的Switch PS5和微软的Xbox Series X 我们最常见的是手机 其次呢是电脑 笔记本或者台式机 因为这个工作要用 手机几乎每人一步 那上面这三个估计很多同学是没有了 我推荐大家根据游戏来选 首先啊 我们看一下PS5这边 它的游戏有战神5 战神4 神秘海域1到4.5 美墨121 蜘蛛人 红的黑的对马岛等等 如果你选择了XSX NS或者手机 你就会放弃这些游戏 因为这些游戏除了在PS5上有 在PC上也有 但是在XSX上是没有的 这些索尼的第一方所谓的独占 或者叫现实独占 它在第二年或者第三年 第四年会登录PC PC早晚能玩到那些 PS的老游戏 或者尾的新游戏 这就是PS5和PC有一定的关联 所以呢 我在PS5前面打了个星 在PC前面也打了个星 那下面说一下它俩的价格 PS5目前的价格是3899 将近4000块钱 PS5它能玩的分辨率是4K 60帧带HDR 如果没有这么多钱 预算不到2000块钱 可以买二手的PS4 Pro 因为这台机器目前已经没有新的了 只能买二手 XSX的价格现在也是4000多块钱 它也有一个低配版叫XSS 2000块钱 这是新的 XSX可以玩到4K 60帧HDR的效果 但是XSS只能玩到2K或者1080p的效果 如果你想玩那种电影质感效果的画面 那首选PS5和XSX这个级别的游戏机 XSX这边代表作是地平线 4和5是塞车游戏 还有光环是第一人称射击游戏 还有很多游戏 另外这些游戏都进了XGPU 它的价格是一个月8块钱 但是这是活动价 之前发过教程 这个XGPU在PC上也是可以用的 也就是说 这个PC同样可以玩地平线和光环 还有战神4 神秘海域4和4.5 美墨1的重制版 还有蜘蛛人 对马导物件还没有 还有一些之前的PS4游戏在PC上都是可以玩的 PC是一个能玩的游戏非常多的一个平台 但是它的价格我要说一下 价格跟效果连着 3050Ti响卡或者GTX1060响卡 这个级别的响卡 它能玩1080P分辨率中低特效30到60帧 勉强凑合能玩 如果你想玩的效果好一点 想玩1080P的高特效 要稳60帧 那怎么办呢 要选择一块RTX2060S或者3060 价格在小3000块钱 其实光响卡就是这么多钱 因为一台电脑还有CPU内存硬盘等等还有别的 所以PC的价格也是不低的 玩游戏的PC 但是一般的工作用的笔记本 四五千块钱五六千块钱也是够的 但是那个级别的笔记本是玩不了游戏的 各位注意一下 要想玩游戏的笔记本 怎么说也得八九千起步 这个NS里面有很多真独占作品 像马里奥 塞尔达 还有等等等等都是独占作品 如果你选择这四个的任意种 都会放弃NS 玩不了NS平台的游戏 你要想玩NS平台的这些游戏 只能买任天堂的Switch 这个没办法 所以在这个平台前面我也打了个心 手机游戏我玩的不多 估计很多人都在玩原神 王者和和平精英 这种游戏只能在游戏上玩 错了 原神可以在PS5上玩 享受4K60帧带HDR的效果 XSX我不确定 好像没有 PC上是有的 Switch上是没有原神的 Switch上有塞尔达 如果要用手机玩好这些游戏 我看了一下 怎么说也得骁龙865起步 iPhone11起步 价格平均下来3000起步 你要想玩游戏 或者给孩子买游戏 看他喜欢玩什么游戏 如果Switch上的游戏 你们孩子特别喜欢 那其他的都不考虑 给他买个Switch就好了 价格呢 日版的续航版 也就1600块钱 全新的 中间这6看到了吗 这些都是游戏开发商 叫做第三方开发商 也就是说他为这四个平台开发游戏 比如说EA的 非法22 在这四个平台上应该都有 R星的 他的给他爱武 这个上 这上 这上都有 这上好像没有 在比如 玉璧的 次和信条系列 史克威尔埃尼克斯 他的2D小姐姐 在这上 这上 这上都有 如果喜欢这种第三方的游戏 而这些都无所谓的话 我建议啊 可以升级电脑 或者买一个XSS 2000块钱 也不是不能玩 小孩嘛 给他买4K60帧 这些东西 也没有特别必要 除非他特别喜欢 战神5 战神4 神海 这些游戏 那就选PS5 因为升级PC 真的没有必要 一般的家庭来说 不是很懂电脑 升级这块还是挺麻烦的 另外 就算是升级了 你是给他专门打游戏用 还是办公用呢 你办公的时候就不能打游戏 这也是矛盾 总结一下 小白同学的全几种之霸 我推荐的是PS5加NS 再加上一个1080D高特效60帧的一个PC 就基本上涵盖了百分之八九十的游戏了 也就剩下一些特别的不能玩的游戏吧 或者说绝大部分都能玩 因为连地平线光环 战争机器等等 插GPU里边的都能玩 PS5都能玩 SWITCH上的都能玩 手机人人都有 想玩也可以玩 所以说基本上做到了全几种之霸 好了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全部内容 希望能帮到你 欢迎关注小白的宝箱 我们下次见